植物大战僵尸杂交版的热度还未退去 植物大战僵尸融合版又横空出世了 赶紧来试玩一番 作者是蓝漂漂Fly 美术为基于吐司 目前呢生存模式占为开放 解谜模式也是 小游戏可以正常游玩 然后就是冒险模式啦 既然是融合版 一出来系统就提示咱们 把豌豆种在向日葵上 就变成向日葵射手啦 这个豌豆可爱脸 还长了耳朵出来 当然先把豌豆射手种下 再种上向日葵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咱们来试试 这个融合植物的威力吧 融合后的向日葵射手 会吐出小颗粒的阳光 打到僵尸身上 在造成伤害的同时 还能收获5阳光 而且这个融合植物 本身也可以产阳光 也是25的产量 第一关因为只有向日葵和豌豆射手 所以咱们的融合植物 也仅仅只有一株 第一关还是很简单 直接就过了 给了我们一颗樱桃炸弹 继续融合啦 樱桃炸弹和豌豆射手融合 成了樱桃射手啦 能够发出小樱桃 突然这里我灵光一闪 是不是相同植物本身也能融合呢 结果试了一下 得到的提示是 通关挑战解锁更多配方 那啥我已经迫不及待干下去咯 最后再尝试下 向日葵和樱桃炸弹的组合 直接变成双头向日葵爆炸了 僵尸经过 还能炸出阳光来